教授法院所保證的 我們已經進行了解剖 沒有表面傷痕 亦都沒有性侵的跡象 但是在解剖的過程裏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是說 做完之後就馬上知道死因 根據驗司官跟我們說 就是死因仍待確定 最重要是我們在他學校的閉路電視裡看到一些比較可疑的行為 就是去到9月19日的晚上 我們看到他把自己的財物丟下在校園裡 然後赤腳向著海濱公園走過去 所以我們認為情況和背景是沒有任何可疑的 於是我們初步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死者的死亡情況 我們未找到可疑的地方 11時已經在這裡 因為他在我旁邊的班 所以真的很想給他一個Goodbye 希望他有多些人認識他 多些朋友 因為他很早就已經失蹤了 應該不是太多朋友認識他 或者認識不到太多朋友 同學的心情一些是覺得很可惜 有些更加討厭警察 他們永遠都不會再幫到忙 可以 可以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些是很不合情合理的事情 都擔心 因為其實這件事很近 因為他是同校同學 所以可能不認識他 但你不知道哪一天是自己認識的人 或者是自己 也有一些覺得好像很對不起他 因為自己都沒有什麼可以幫到他 希望警方不要再說謊 其實你做錯事你就認識 你有一個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你就站出來說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 或者希望有些警察可能知道什麼事 他想洗白自己 出來幫忙指證他的同伴 你知不支持學校公開他失蹤當日的CCTV片段 絕對支持 因為其實你這樣是有幫助去找回真實 希望 不可以死得不明不白 陳彥霖 15歲 1米53 中等身形 灰禁食頭髮 9月19日 下週2點3 微膚地鐵站見面後失蹤 如有發現 再發現彥霖的時候 他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當日燕臨在與朋友分開 十分鐘後 還發訊息給朋友 說回家裡 之後一直失去聯絡 連單也出過鋪尋人 其後有人在他讀的將軍澳VTC 撿到他的電話 身份證和學生證 三天之後 即是22日 在油塘魔鬼山一帶海面 發現一具傳朗類浮屍 現場消息指 屍體身高大約1.5 長金髮 推斷大約25至30歲 沒有發現遺書 或者講到這裡 大家都猜到些 就在燕臨失蹤後大約一個星期 警方證實施首的身份 是一名15歲的失蹤女童 從案做更進 我們向警察PBRB 查詢了一堆問題 他們就未有了一部確認 是否燕臨 只是很籠統地說 單案還在查中 死因由代毒理化驗 同一部調查確認 直至這個星期三 警方終於口頭確認 浮屍是失蹤陳姓屢 她就讀的職訓局 亦都證實燕臨的死信 我們聯絡到多位燕臨的生前好友 他們亦都確認 警方找到的就是燕臨 說燕臨多次單獨發夢 參加反修例集會遊行 好像612金鐘集會 8月的機場和理室 甚至有人見過她 街坊莊在示威現場出現 朋友都認為死因由可疑 因為燕臨是游泳建章 拿過獎 還曾經是跳水隊成員 她有能力在五米高台 跳入五米深的泳池 再自己游上岸 燕臨成長的背景複雜 來自破碎家庭 但近來又和朋友說過 說不想再過以前的生活 希望重新出發 所以報了VTC的 course 正正就是她失蹤前幾天才開學 究竟了多少人 好像燕臨一樣 失蹤後 秒無音信 無人知 只希望他們早日能夠尋願得雪